10月20日 郑凯苗苗现身夜市 首次回应几个孩子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苗苗还向小贩要了两个玩具 说是给家里的两个孩子 网友们看完视频后 纷纷猜测苗苗是否有三胎 有人说她是在辟谣 没有三胎 否则不会少算一个孩子 有人说她是在撒谎 其实有三个 为什么要隐瞒呢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辟谣 根据现有的证据 苗苗生三胎的可能性很高 一方面是因为有网友说 6月份见到苗苗 在医院生了三胎女儿 还有一个孕妇和她同一个医生 另一方面是因为 郑凯家里有宝宝的足印 日期和网上爆出的 苗苗生产日期一致 名字也是女孩的名字 还有就是苗苗生完三胎后 被派到去了月子中心 女儿还去看过她 送走保姆和女儿后 她又回到了月子中心 也许郑凯和苗苗 不想公开三胎的事情 是怕被人说 他们对苗苗太残忍了 毕竟三胎和二胎 只隔了12个月 对女人的身体伤害很大 可能郑凯不想被骂 当然也可能 他们有别的想法 或者这一切都是误会 对子你怎么看呢